今天来探我们的朋友,他是1981年出生的 我问他,你知不知道1981年的时候 我们现在亚洲电视的前生来的电视 发生了什么事?他不知道 我说是一个股权的大转让 那一年英国的母公司想收窄东亚的业务范围 于是吸引了很多外资的财团 其中包括了三个澳洲财团 大卫深、亨利宗斯、CRA 成功地以一亿二千万港元 扣入了利的电视的61.2%股份 是香港史上第一次电视股权的大转让 我说你知不知道1928年 美国出了一个举国知名的同声 就是沙利谭堡 好了,他六岁那一年 因为做了一套stand up and cheer的电影 当堂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了他 隔了一年,他只有七岁 即是1935年 他就美国的奥斯加金像奖 颁了一个特别的同声奖给他 之后就没有颁过给大哥 我又问他,你又记不记得哪个是Tatum O'Neill 他说知道,这个我知道 他就是网球好手麦根奈 曾经结婚的太太 这个你的记忆 我说不同了 我只记得他在1974年的时候 他就凭着一套电影 跟他爸爸Ryan O'Neill 做过的叫子月亮Paper Moon 就得到奥斯加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 但他那一年只有11岁 就得到这个奖 之后也没有人破过这个纪录 今天这位小朋友就说 我不是很喜欢的 其实那些同声个个都是 当时快速做戏 就没有好地读书 我就不会了 金生你记不记得 我其实当年在亚洲电视的时候 我都不算很多产而已 说来说去 都是只有1991年的时候 就是香港奇案 本事铜根 1002的东西 就算大了一点 在1999年都是做过肥猫正转2 我只是想念读书 他说那不就好了 他说 都不止 就算将来我弟弟哥 他真是恨做这一行 我都一定要他 你先读好一些书 那唐玲 你真是抵心 唐玲 是 是 我们老人家 见到一些人仔 譬如你当时 这么小的人仔的时候 叩一声大一点 再大一点 现在大到自己 抽了一个十几个月的BB 是呀 11个月 我们只有一句 就是时光飞逝 我真是想这样说 是吗 原来很快 很快 很快 那时候我们说 这么小的人仔的时候 那时候 初初见你突然 突然一声 有个人仔走来拍摄 那时候是多少岁 那时候应该大约 接近八岁 是的 我印象中 其实都很模糊 很多都是靠大人 告诉我 其实那时候 你怎样 其实都挺有趣的 我觉得我入行的经历 是怎么样 是完全 完全不知道 因为呢 即是拍了才知道 原来是拍戏 也大约知道什么 看到那些人走来走去 也知道什么 其实那时候 我住那个地方 在楼下拍摄 然后有个伯母 是我妈妈的朋友 她负责带小朋友去拍戏 然后醒起 其实我想她是想 找我妈妈来聊天 反正你带女儿来 和小朋友玩 我就坐在里面 然后进入镜子 然后就开始了拍戏 其实我不知为什么 我有什么 会令到他们 觉得我应该是 适合做 很爱 很爱 是的 而且我想起现在 想起小时候 我是很容易 相信很多东西 可能小朋友 就是这样 可能在拍摄的期间 只要告诉我 你很惨 你妈妈不要你 然后我的眼睛涌出来 所以可能是 对于他们拍摄上来说 会容易操控一些 我们做导演的角度 演员应该是这样才好 因为如果有些太小 已经很小 基本上就已经不像 一个很衰竭的同性 对吧 我相信 我记得记忆中 你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你最初就是拍电视吗 其实我记得我刚刚入行 就是刚刚我刚才说的 不算了 其实有一个真的下去坐下 接着好像是Casting 接着应该是广告 接着就电影 接着电视剧 讲一下来听 因为这些是集体会议 是哪些类型的讲究 是哪些 那些饮品 是饮品 是一个豆漿 那你的少女在做什么 主要就是要表现得很好味 要表现得很好味 我们实信她 我觉得是可以好吃的 那时候就一讲一家人在 早餐 接着就在倒些豆漿 我有印象的 这个是 那时候拍多少 拍了 你意思是时间 就是周不时 周不时都突然间 妈妈就带你去拍广告 那段时间 接着就开始越来越密 那整天都会到处去试镜 那这样 那后来开始 譬如同电视台去拍一些电视剧的时候 都变得很密 就是很 很 就是经常性会去拍 你们开始拍广告或者电影电视的时候 就个法例上 我们做导演 就要等你们 是 整天都每个星期 不知道哪几日 哪几个小时 是不是你记忆都是这样 不是 不是 有很多都很狡猾的 我知道 应该是怎样 因为我真的试过通顶 我是试过的 照片就不行的吧 我想是不行的 但我不知道 都试过 真的不是很经常的 电影有时可能 他说 哎呀真的好不好意思 会跟我 家人说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很赶 什么什么 好像是要夜戏 你知道夜晚 我真的在片场里睡 然后拿过功课 做 然后第二天早上晚上睡 嗯 那不做掌的 是啊 没有的了 现在没有的了 现在没有的了 想都没有办法可以这样偷到 对 不可以的了 但那时候真的过了有多少年的日子 其实 如果你说 我有没有停过呢 我想到十几岁 我才真正叫做 尝试停过 有没有原因呢 是不是因为 快变少女 所以有些不能做 那时候 是自己的选择 那时候 你也有看法 对自己这样做 是的 因为那时候大约十五六岁 人开始想 然后就会觉得 啊 这个是不是真的 我的 一定要做的事呢 会开始想 然后就 想一下 不如 试下自己选择一下 其他东西 那段时间 又试试去学一下 Fashion Design 然后 其实什么都试试 但是最后 都不够一年 然后我就认识到我现在的经理人 然后 其实也是想着 认识一个朋友 聊聊天 然后就 他跟我谈 他说 其实你既然这样 开了个头 虽然你自己不知道 不打不撞 但是为什么不真的 试试认真一点去做呢 那就是 真的试试 认真到 试试了 自己还是不喜欢 或者是怎么样 才再决定 都未迟的 十几岁 所以我就决定了 真正去做 那在我们的叔叔的眼中 你是一个有主见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般人都会知道 因为 小时候就不自主 没有法治 到十几岁 你刚才都说 已经开始觉得 自己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 但是自己还可以学些什么呢 但是这么快 你已经是后来 没有做电视的时候 你就选择了去 转移舞台剧 那这些都不是一般 十几十岁的女生会做的事 很多时候呢 如果有功利主义 就想着 赚更多的钱 但是你 比大家已经见到 你选择了自己 应该有的工作和生活 那这个是很 值得赚你一句的 多谢 多谢 是啊 那我们先回答案 刚才好像说 很容易拍了广告 但是电影呢 电影怎么会找到你拍的 也是 然后开始不停地 做不同的事件 有电影 广告 电视剧 甚至是 走天桥 都会去做的 什么都要做 什么都去试 接着就开始去接触到 我第一部电影是 是中横四海 这个是吗 是的 这个是我第一部电影 这个是做什么角色 其实是 如果大家有印象 钟祖雄是叫熊斗的 那时候 熊斗阿梅 这个就是 我就是他的童年 因为他说我们做 学造责 那么小的时候 学造责 曾光去训练我们造责 哦 即是和张过荣 是的 和曾远法 即是我们三个童年 那就是说我们学造责的时间 即不是童工 而是童匪 那时候 即是 拍戏就可以看到这三个哥哥姐姐 但是做就没得和钟楚雄一起做 没有啊 他就是钟楚雄 是啊 那 现在那么大 做人的妈妈 这个十几月的孩子 遲些又大 和你聊天 问回你呢 你第一次拍戏 见到这三个哥哥姐姐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那时候有没有 其实因为我们不能同场 很明显 因为我是他童年 所以其实在片场 没有见过 不知道根本大了 可能是谁 不过他口是这样 我大约知道是做谁 当然知道钟祖雄是谁 然后知道自己 是要做他的童年 但是就没得见他 反而我记得我第一天开工 就见到曾刚 很紧张 很紧张 因为他在电影里 也挺严厉 很凶的对我们 我只记得我一进去 其实第一天见他 他突然间 我记得那个画面的犯状 然后他突然间 是转过来 他突然间很凶的 然后我立刻哭 然后我立刻哭 客定你 原来他是跟我玩 我不知道 然后很害怕我是哭 哭得很紧要 然后他又哭回我 很记得这个画面 Kent Uncle 就是一个好的演员 他基本上不是真的到拍戏那一副 才入戏 他有时都会 他一直都在 他先进入状态 连一个这样的弟弟 他也想你进入状态 跟着还有 然后还记得 跟哪些大人 这些 是有机会跟他们同场演戏 是哪一部演戏 跟着就是Beyond Adki 是 是不是这一部演戏 是 这一部演戏 是和家居在一起 是 他是我哥哥 做我哥哥 你整个家人 是 在电影里 他是我哥哥 爆姐是我妈妈 爆姐是妈妈 是 他们是饰演另外一些音乐人 还是真的饰演Beyond 其实他在电影里 这部演戏叫Beyond Adki Beyond Adki 之莫稀少年穷 其实说他们是一班人 就是组织组织 我不记得电影里 我也是叫Beyond 就是说他们有不同的 就是在做不同的事情 但是理想也是 希望可以织织织织 那时候多少岁 应该十岁左右 那为什么家居有十岁 没影音那部演戏里面 是啊 还有一个哥哥 然后他 然后我 为什么隔了这么久 我忘记了有没有交代 好了 不要猛问你 十岁的时候怎么样 他都离开了我们这么多年 是 你现在想起他的时候 现在说 哇 真的是时光飞逝 有没有特别对他 有一种很不同的感觉 当然有 其实 很惯着 虽然说 相处不是很长时间 但是在那段时间 因为小朋友 我想感受性特别强 他真的当我妹妹 是很喜欢她的 他是很疼爱 很疼爱 他会常常跟我玩 这些东西全部都记得 到他离开那天 当然那段时间 他入医院 我一直都很留意着 一些新闻 不要啊 最后他终于离开了的时候 是很没办法去接受 其实到现在 我都不太接受到 是的 我记得本身 那一队 crew的人 就说一起去他的丧礼 我本身有份去的 谁知道 负责带我哥哥 他就不舒服 那天我没有去到 所以我由始至终 都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所以也很顺利成章 我当他还在 是的 我到现在也是 即使有人说 你不去拜他 我有一次真的 在那头开工 其实我有少少冲动上去 但最后我都 阻止了自己去 我不知道 我到现在 都好像不太放得下 这件事 有时候我们在媒体上的影像 尤其是他 他有那么多 那么有主见 和有信息的歌 那些基本上 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没有离开过 是的 其实你在阿市 是拍了很多电视剧的 嗯 由八九十岁的女儿 一路拍到大 一路拍到十多岁都有 是的 自己最记得是哪些 最记得反而是很小 有一套叫《本事同根》 那些演员一起做 我记得 因为我也是做 因为他好像横跨了很长的时间 都是讲很多 香港的旧时的东西 我记得我好像是和施明 跟着和他两个子女一起 两个儿子一起拍 所以我记得拍了很长时间 亦去了很多实景 是很多旧的香港地方 现在因为小孩 所以是依稀的 是的 都是记得反而那些 我相信因为太迷了 整天都在拍 可能 可能 没有办法 选择性 找些东西来记 是的 是的 我记得经常和他两个儿子玩 很记得这些 我很多小朋友都记得玩 那你当然有很多人都记得 哪个年份或者哪个日子 突然间觉得自己都不是一个小孩 都会突然间觉得 有时候有人叫你玩小孩的东西 或者当你很小 你便开始觉得 你还当我是小孩的 也有的 其实 但我不记得拍什么 有一次是拍东西 然后就说我 说我 其实我是因为什么 他要我带一些很小孩的 饰物 而那些饰物 是我不喜欢的卡通人物 然后我记得 我记得那天 我经常都好像 心不在焉 很不开心 但其实说不出 又不好意思说 其实潜意识是因为那样东西 是的 其实原来是那样东西 后来是拍完之后 他们就说 为什么你今天很不开心 我说我不想带这些东西 但其实这件事都挺提醒了我自己 其实拍东西就是拍东西 你刚才说 和张国荣有合作过 是的 你没有什么机会 因为你不是现在这么大 可以用一个大一点的人仔 跟他相处和聊天 那时候真的很小 他很小的老哥 所以我经常都见到他和自己的下一辈 拖着一个 现在的很大一个 他看电影 常常遇到他两个看电影 那两个很开心 看电影一起 吞吞吞声 一路走走着山墙 这种印象对我很深刻 所以我相信 如果你能够大一点 和他相处的时候 他一定 一定会告诉你 他和小弟哥相处的经验是如何 你自己呢 你自己这样 有自己的小弟哥 你觉得如何 觉得如何 其实 真的整个世界不同了 因为我自己没有幻想过 我不是一个很早就想 我一定要有多少个小朋友 我要如何培育我小朋友 我不是这样的人 到了现在 已经真正成为了别人妈妈的时候 原来就是这样的 怪不得 有些人说 你有了小朋友就知道 原来是真的 很多事情都想不到 我自己会变成这样 例如 我是很 很睡得觉的人 我睡得完全听不到 身边有些什么 有人执着床 我也不知道 然后 在他初生阶段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是要很密去 去喂奶 去照顾他 变了两三个小时 就要弹起身 但我猜不到 我够不够睡的情况下 是他很小声 可能他自己 就是 一下子的声音 我就 就弹起身 我猜不到 自己会 自然地有这个变化 刚才这张照片 譬如 他和你现在 我们看着这张照片 他会不会 和你饼印 我小朋友 会不会和我饼印 都 熟我的人 会觉得是一样样 基本上 因为他 真的拿到我的眼睛 我自己有时 看着他 我会觉得 为什么这么像我 会不会有你的遭遇 一出去的伯父 伯母就会说 来 给你宝宝 给他来拍戏 会不会这样 暂时没有 但他很受欢迎 现在是 我的身边的朋友 家人都很高 一看到他 咦 俊俊呢 就是我的儿子 俊俊呢 我已经完全不重要 在他们的世界里面 每一次见到我 就是找他 如果他们又真的 现在的广告 叫他拍戏 你会不会不给呢 我真的要想清楚 我要真的商量一下 和很多人 我先生 和我的警令 我要想清楚 是否真的需要 这个是重蹈你以前的路 听起来一定是一件好事 一定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都很疼他的一个 image 才会找他 也一定是 长拍长有 一受欢迎 那条路又一走就不会休止 可能是一条不归路 所以你说 可能现在这段 因为他现在十一个月左右 如果你现在叫我 可能拍个广告 我觉得可以的 因为他还是很 一个小孩 完全不太明白 但反而你说 大过一些 好像我当年 五六岁 七八岁 我想我尽量都会 不要 你会不会引导他 好像你这样 懂得反问事情 可能会 我想我会早点给他 他去拿主意 他去想 他不知道自己可以拿主意 一定是慢慢告诉他 会的 会的 西哥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我也会 试试给他这个空间 好 我又说一些空间 在这么多年的阿士的演剧生涯 因为始终你的出生是 演别人的童年多些 或者演一个有趣的弟弟 多些 有没有哪一两套 你觉得已经开始 不是在做那样东西 他们是真心找唐玲 去做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角色 有 其实 去到我16岁 好像是做肥猫症转业 真的有一个角色 我是做 又是和爆姐合作 我是爆姐的女儿 是刚处于一个反叛时期的少女 就认识了肥猫 最初是很歧视她 你很傻 又做了这些事情 又经常跟着 到慢慢和她认识了她 就发现她是很好的人 很单纯的时候 真的和她做了朋友 真的有个角色给自己处理 其实 你现在问我 其实我是不懂得处理的 我现在想起 其实我也是跟回小朋友那种做法 你叫我现在做些什么 我开心点的 或者偏偏点的 我就照做 我现在想起 我现在想起 其实我没有怎么处理过 但其实对于我来说 那个真的是一个 都是属于自己的角色 如果这样比较 你近年在舞台剧上的演出 是一个大跃进 因为 其实没有什么中间 由一个少女去 或者还做了很多少女 笑不更是的角色 你一开始跳到自己 去演一些比较复杂 而且 本身的性格 很多端的一个角色 你怎样 一跳就跳到肯去试 其实 其实舞台剧是一直都很想去试 即使我在电视台做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我依然是觉得 一个演员 如果可以在一个舞台上 由头到尾去演一个剧本 是一个很过人的事 但是我其实同时也很害怕 我觉得 哇 那些对白要一次过记住 那就很难 但是一直都很想试 其实 是早几年有一个机会 然后我经理人 有个朋友问他 有没有兴趣 叫我去试一下 那我就觉得 其实真的很想试 试一下 试一下先 接着 我经理人也都要求他们 可不可以给我长一点时间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 零舞台经验的人 希望有很多 比如我第一次做是 完全不能带麦的 是一个真声要去演出的舞台剧 很多东西我是不习惯去用的 所以他都给了很长的时间 我去试去练习 所以其实第一次来说 我的经验 我觉得好像是上堂 重新去认识过演戏 在舞台上面 谁是你的启蒙老师 谁是我的启蒙老师 每个都是 每个都是演员 导演 甚至是幕后的人员 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他们整个架构 和平时拍剧的 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他们的团体精神 是很重要的 比如我第一次做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我第一次初歌 他们真的很愿意早点来 陪我去做一些 和完全无关的练习 去帮我放开自己 这是很感动的 我对于幕下很多的演出 我当然未必全部留意到 但我的侄孙是我的顾问 他这么小 可能他见到你 和你一起大 因为他不知道 这个姐姐有时候重播 他不知道这个姐姐已经大了 看我小过的那些 我顾问的姐姐告诉我 他就是说 唐玲是不像一个第一次 演舞台剧的演员 多谢 是吗 多谢 我就武断地说 我深信 因为刚才听了这么多分钟的谈话 你是一个愿意给自己空间的人 这个是演员 启发自己最需要的一个本能 如果自己不懂得给自己空间 谁都教不了 是的 因为其实我拍剧一段时间 因为拍剧 但某程度上 演的类型其实都挺窄的 我 大家看我的样子 好像长不大 永远都是做一些很乖 跟着很小女的角色 其实空间很小 但反而舞台他不介意 他说你肯做 我就肯给你演的 我反而觉得 其实我是不是应该 不止在这个框里面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尝试 同龄 同龄 我们一开场的时候 就说时光飞逝 我们看到人仔 这么快就变得这么高 一样的 对阿俊俊来说 现在十一个月 但是眨眼 将来他又坐在这里的时候 他也由人仔变得很大 我们现在作为演员 我们有想象空间 如果突然间当在十年后 他看电视 看回阿士伯仁 看到妈妈在说话的时候 你现在可以 说到十年后的计划 你可以跟阿俊俊说些什么 现在她十岁 零十一个月了 她看着电视 看回这个节目 我好紧张 去做一个快乐的人 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 俊俊 唐宁这个预告 一定会实现到的 我好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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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紧张